大家好,又到了每周二的Sesco大赛点评的时间了 上个周末刚刚结束了SLTV的Star Series线下赛了这样一个总决赛的赛况 最终的结果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次比赛的话没有开放GoTV 所以说老帅哥也没有办法为大家带来直播 不过我答应给大家 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Sesco大赛点评 就马上为大家带来周末我们错过的这一场 非常精彩的XLTV Star Series线下总决赛的这样一个赛况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最终的决赛 又是两只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支是来自法国的NVS一支是来自瑞典的NIP 两支队伍是非常有渊源啊 就远了我们不说就拿近期的比赛来说 先是在XL1科隆战的比赛当中半决赛NIP是2比0啊 带走了NVS然后那边 紧接着在上一周还是上上周啊 在英国进行的Gifling的线下赛当中啊 NVS是成功的翻盘2比0又带走了NIP啊 成功报仇 那么今天双方是近期的第三场比赛的较量是呢 是在XLTV的线下总决赛的决赛啊 再一次遭遇啊 那么NVS这边是作为胜者组的冠军啊 面对败者组的NIP BO5的较量一上来是1比0领先 也是NVS获胜只需要赢两张比赛力图 对方啊 NIP获胜就要赢下三张比赛力图 来看这个守抗局 这边修克斯走得非常快啊 上来是新下二楼 带着带着我来 再虚晃一枪啊 这边老Foss看着二楼 哎呀动了动了一下二楼 这下全部放出来 这一波 Smith打掉第一个 老Foss好好冷静冷静 扳回来一个呢 这一下危险 福利伯格补防 这边XIT 点点点点点 没有能点掉 福利伯格这边 绕到连接 连接会看到一个 这一下漂亮 秒杀掉了Happy 继续往前走 XIT这个点掩护 福利伯格拉过来 EK掩护战封住 封住大坑 弹点 漂亮又是个秒杀 这边 再来还有秒 还有秒 XIT打了 打了这一个 最后一个 修克斯就在当旁边 这一下被干掉 2-1回发 修克斯也是暴露自己的位置 这边直接一个双枪跳杀 再的话帮助NIP 拿下了第一个手上去的胜利 那么最近NIP 在这个地图上的表现 可谓是相当的低迷 就是在这一场 决赛之前的胜者组的 决赛的争夺战争 NIP在这个地图上 作为 先作为剃进攻 最终是1-16比分惨败 之前在NIP 在作为这个地图上 进攻 都有一点点问题 这一次的决赛 又是这个地图 我们看NIP 还好他们先做了CT 看能够CT的防守 哇 这边第一局放下了 C4第二局 NVS这边 还是一个强刚啊 Smith这边 黄生 这边Shops Happy Shops这边慢慢走到了AE 准备爆烟 Smith这边也是准备爆烟 Happy这边猫到二楼 慢慢靠起来 现在是机器 机密东西全部集结到了AE 这边烟雾弹封得非常的好 直接把AE全都封起来 Smith靠过来 这一波 看是要准备铺什么地方 应该是要准备爆烟雾弹 这边Shops慢慢走出来 GoHappy 先黄啊 确定地把人给打退 打到后面这个点防守 然后第二波再走上来 烧一下死角 这个时候准备烟雾弹两颗 就准备走了 我们来注意一下 肯定是一颗拱门 要么一颗书房 看拱门封起来 直接冲锋 书房是让出了这个点 再封一颗敞光弹 冲过来一个被身被打掉 一个赛提这下 交流上有一点点小事物 这边Smith过来又是秒杀一个 阿路连接位 这一局又是非常危险的 很有可能要被ECO翻盘 这边混 Happy 断着A1 A1来不了 Smith这边再打一个 远点Smith又是点掉了一个 Smith这一局ECO是杀了对方 杀了对方四个人 连接位包夹过去 刚刚一个赛提这边是有个被身 我们看这个MVS这个刚才决士 有一点点套路的 有什么套路 第一时间就是两个走阁楼 烟雾弹封封先把AD封起来 如果说你近点有人打我 我四个人一起冲上来跟你强坏 如果没人打我 我们就一步一步 靠到这个位置 然后虽然说这个MVP是一个四叶的阵型 但是紧接着一个烟雾弹封住这个位置 冲锋的同时 再一个烟雾弹封这个位置 然后两个连接废掉 拉过来先把这边人给干掉 最后占领A点 解决掉最后连接两个人 说MVS这个第二局这个强起局 是研究的非常的透彻 之前他们在输掉守护局以后 就没有放下C4的情况下会刚枪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他们在 放下C4的输掉守护局的情况下 他们也刚枪了 这跟一些其他的C4高队不太一样 其他的C4高队放下C4第二局 应该是要ECLG三局起枪 MVS就是不走寻舱路 这边烧一下死角 A1的死角 这儿要躲人就直接把你烧死 Smith慢慢抹上来 黄身 你要问他一封 又是来之前那个套路 这局C又是帐好位置 看看这局站位 再来一个闪光档 GETREAD这边是一个全白 全白 这边拉过来看看阿露 阿露的位置选得非常的不错 顶点漂亮 第一个秒杀 拉过来 第二个 又是个秒杀 拉地 哎呦这边差一点点 那这边带着对方两个人 XIT在打坑 没什么血量 一直两边不停的绕 还在绕 第一时间不丢命就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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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这下没戏了 最后GETREAD 秒杀掉了HAPPY 送出来 送出来没有办法 对方两个人一起在近点守着你了 这样的话2比1 那么YAS 第二个ECLG 吃的有一点点惊血 但是最终还是成功的拿下 2比1领先 这是上周 这是周日 不对 周一凌晨 刚刚结束了比赛 周二老随后就赶紧为大家带来这一场非常精彩的决赛 最近IP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啊 在经历了阿鲁加入队伍当中这个蜜月期闯入了科隆战的那个一二四万卡特维斯战的这样决赛以后 紧接着两个比赛都是大比大比分啊输给了NVS这一次胜测组决赛也是大比分输给NVS掉住败者组再一次遇到NVS看看NIP会不会翻盘呢 有所动作呢 我们来看看这边又是一个燃烧弹烧一下死角 烧一下这个位置 好 两幅里边跟那边 直接是秒掉了HAPPY一把USB 这边GateRide推到了二楼 老父亲在这 好路 继续在这个点位看 这边XXX干掉一个 看看GateRide的位置 GateRide的位置非常的阴险啊 非常的阴险 跳起来 看到打 我打仓头 我再打 带走 再来 手枪 子弹多 换后子能再来 再秒一个 再秒一个 漂亮 GateRide的位置就立功了 非常被动的情况下是秒杀的对方两名队员 这样子的话看看 会不会ECO翻盘 Kill King的血加起来是要比对手多三倍啊 对手两根加起来啊 是要少Kill King三倍 剪刀书包 这边 弗里伯格呆在书房 这边是慢慢走了A1 放下C4 弗里伯格慢慢摸出来 这一下 这一下 危险 哎呦 没办法 虽然说这两个同学的血量碰一枪就挂啊 但是两个人始终是Kill King要顾及 又要看这边又要看那边 刚好放下C4的时候啊 弗里伯格从烟雾弹当中摸了出来 是打掉了Smith 这样的话 打掉了Kill King 这样的话比分2比2 这一区NIP是没有强起啊 就是就是一个ECO翻盘 2比2 阿露 阿露起了把军枪 看阿露这把军枪 第一时间 中路逼过闪光弹 烟雾弹 漂亮 这一枪 直接一个串勺 糖葫芦 啊 直接串了个糖葫芦 这下串开心了 串开心了 这下串开心了 剩下三个人怎么办 Smith Happy Kill King 三个个人能力 你再怎么强打 这一下对方还有5个人存活力 有点难办吧 这下怎么办 给自己一个闪光弹 再来个烟雾弹封住 准备 出来看看谁在看这个脸 Kill King 阿格鲁 看在这 XIT看在这 白了一下 白了一下 老佛在这 打坑 XIT前点拼 我们看前点拼 且战且队 这边被打掉 这边 那个杀 老佛马上就是一个秒杀秒回来 这两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同一个相关 你们可以看到 之前一个队员是架在前面 马上老佛在后面 你只要来补 老佛马上后面把他补死 这样的话 最后一个是剩下的HAPPY HAPPY 8HP 那个是吗 100HP 哦 直接是被GateRide一个秒杀 这样的话 3比2 快剪 剪燃烧弹 3比2 IMP反超的比分 看看接下来这一局 接下来这一局 MVS没钱了 没钱起枪了 ECO 有钱买了 全部钢枪 又钢枪 MVS看来对他们的手枪 这帮法国男人对他们的手枪 打手枪的能力真的是非常的放心 看来这一局是全部慢慢靠到了B点 GateRide在前点 一个燕尾弹再一次封起来 再来个燃烧弹 这边闪光弹一个全白 毕竟想用一波强攻 再来一个闪光弹 再拖住一个燃烧弹 弗里布格 第一下 直接被打红 GateRide在旁边还好一个秒杀 第二波进攻 直接全部重锋 这边第一时间打掉了 GateRide的危险 危险 危险 完了完了 还好 还好弗里布格那边带走一个 漂亮这边 阿露又是一个 最后两个人 跟阿露 向左中心打这边 背后 背后绕了一个过来 没办法 HAPPY这个出来的这个动作 也是非常的猥琐 直接给你蹦出来 数包是掉在了B包点 老傅守着这个脸 这个脸是非常的异显 XGateRide的这个脸更异显 不让对方从井家坐 老傅就放心在这儿 拼枪 你要跟我来拼枪 你要跟我拼枪 我要怕你呢 第一时间是秒杀了QK 这边XGateRide还是空中在这儿 这边HAPPY他没有办法 HAPPY这个脸 准备干嘛 这边老傅守着这个脸 你要跳下 老傅已经后个阵着啊 这个脸 来哟 还像空中这样 把一个旋转跳过来 被老傅在下面后个阵着 4比2 啊 这一局强起 没有能够翻盘成功啊 比分来了4比2 NNP是 领线 这局不可能高强了吧 这局 这局ECO了 NPK 配了个赏光赞 QP 我们看 又是抓着一个赏光赞 这下危险呀 你看 全 没摆 躲掉 X3D被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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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休克斯上来 就是秒掉了阿露 最后一个老傅 看看 老傅 第一时间 没秒到 拉过来一个秒杀 再来 这一下枪线被拉开 枪线被拉开 完了 4米4 蹦掉 最后一个 哎呦 这样的话 NIP又是被ECO翻盘 这局又是MVS一个非常简单的战术 就是三个人跑格楼下 两个人在这个位置 NPK抓着闪光弹 前点一个人吸引 这个人吸引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来吸引你的这狙击枪 或者你这MC来点我 你只要一点的同时 这个闪光弹随时一出手 你使用另外一个 我们看 X3D在这准备引护狙击击枪 啪 一个全白 想跑没跑到 一窝蜂就冲上来把它干掉 这个阿鲁是没办 因为阿鲁看着对方 闪光弹随时 闪光弹一夺 加第二个位置 但是马上被SHOX冲过来 又是一个秒杀 所以刚刚NVS这个ECO ECO路翻盘 大家看着是这个战术 很简单 中路就是一个Rash 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 不同的一些陷阱 随时都挖好了 这个前期这个人 就是吸引你来点我 你来狙我 你只要一狙 闪光弹一出手 X3D旁边掩护 直接就是一个全白 上来就把它解决掉 这样呢 NVS又是在目前是拿了三分 有两分都是手枪局 打手枪 法国人对着瑞典人打手枪 哪吓得 弗里伯格 账号外者 要准备给GateRide来个闪 GateRide前点混 然后进点NBK就要进点 这边再来一个烟无弹 这边缝起来战士就不敢动了 这边Smith 对人他在 烧一下 小房子 给他证明被混红了 会红了老实了 慢慢的退回来 准备一个闪光弹 你红了吧 你去 你看闪光弹 一扔 扔 弗里伯格正就站在经典 这个闪光弹是有一定讲究的 第一个闪光白掉 退回来 马上再一个闪光 刷出去 刷出去 这下是被弗里伯格给混 弗里伯格是被对手NBK给混死了 接下来这一波 我们看一旦看战争的便宜后NBK是集体转向了B点准备对B点发起攻击 A点这下我们看老佛在这儿 阿露站这儿XD站在这儿三个弄这儿A点 这边Gate Fire的一个人要挡住对方五个人的进攻 看看怎么办 鹰鹰弹扔过来 Gate Fire的反应一个闪光弹 这下闪光弹脱脱的对手 几个都是全白 30HP 站在线圈 打掉一个两个 Gate Fire的30HP带走两个 再混 老佛回来再混 Happy这边崩掉了一个 Happy这边刚刚是追加了Gate Fire 但是队友两个都没什么 还好 Smith有限 Happy这边 加他锦架 好像知道阿露露一直一样 一直等着锦架 两个队友架旁边 Happy一直在等待 等待这个阿露 只要一露身位就被锯掉 拉过来 又是一个 最后没子弹了 手上贴出来 没办法 现在这个Happy简直就是 挡不住 这个Happy 更能力又强 指挥的能力也强 确实 这个这名选手 不能再夸奖他了 老赛哥在他还没有出名之前 就一直很看好这名选手 现在确实打的是 状态是非常的火热 对自己的这种 这种各种能力是非常的有自信 Happy打的 连下两句后 NIP是来到一个ECL 他们也刚枪 NIP也有点生气 他们也是刚枪 看这局钢枪 NVS该如何面对 对方NIP钢枪是直接一个死 弗里布格 Happy在前景看看两枪 弗里布格这点吸引 又是一个烟雾弹 封住A1 Smith这边慢慢摸上 NIP 封的也是非常的巧妙 再拉过来 这边一个闪光 一个全白 Smith这边应该是被发现 我不给烧出来 我让你打我 我让你打我 哎呀 这下拉出来居然还被秒掉 第二波进攻 我们看转点转的好快 刚刚还在中途直边 直接提着刀继往B点转 直接射来B点亲眼 对手这个时候 阿露慢慢回放到了B点 Happy一个是在A点骚扰 拉过来 这边漂亮 NBK互换 往前走 看到一个又是一个秒杀 这样的话 A点被B点被占领 这边断后的Happy 一把巨匠还在这个位置 这边老傅要慢慢摸出来了 Happy对老傅 手枪对手枪 看看 哎呀 还是法国男人打手枪 更厉害 最后NBK就绝掉了 Gearth 这样的话 5比4领先 这下NIP1CO了吧 不可能钢枪了吧 全部2000多 刚刚上一局就钢了手枪 发现自己的手枪 打不够法国的手枪 同样都是男人 打手枪也要分一个技术 打手枪也是个技术 这下不刚刚了 不刚刚了 弗里伯格一把杀音 是来到了B点 对方还是两个人 在B点对待他 杀音 一时间 我打掉一个 两个 漂亮 弗里伯格 杀音直接秒掉两个 这局Smith 你看Smith好开心 买了把PP 就开始冲锋 弹点 发现 发现 绕 我让你绕 你给我绕 你再绕 这边把对手给打掉 有机会 有机会 这边Shokes补掉了 老夫 但这边弗里伯格 已经引到了匪家 哎呀 这边崩掉了Smith 最后一个Shokes 烟雾弹一封 闪光弹再来一颗 Get right 这个死角躲着 再来一个闪光弹 帮助Get right 白一下 拉过来 没看到人 这边Shokes 哎呀 这边Shokes没白吗 这个闪光弹 闪光弹再一扔 闪白 这一下 弗里伯格难收了 弗里伯格 堵了一下 对方会来B点 但实际上 对方是直接在A点 放下C4 没有想那么多 我知道你离我远啊 放下C4以后 躲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是看不见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边走过来 完全看不到这个位置 这蹲在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五个楼梯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学习这个站位 第五个楼梯 啥都看不见 走到这里看不见 完全看不见 弗里伯格这边一个烟雾弹 人 准备强猜 这边Shokes听到 绕出来 这一下枪法有个失误 但是时间耗过了 时间耗过了 最后时间换到了 最后一下带走 最后一个三连花 带走了弗里伯格 Shokes 这样的话帮助 Nvs在上半场 周围T已经拿到了六分 而且刚刚最后一个 EVE的这个 雄位选都非常的巧妙 对方看不见的 选都 大家一定要多研究一下 那个位置 如果说你多蹲一点 少蹲一点都比对方 搞不好就被看见了 6-4 这边NPK 一个人是来到了B点 旁边 旁边大哥 这局只有NPK一个人来 这边伏地伯格一个闪光弹 跟他人拉出去 全白 这就是我们刚刚之前 经常看到的这个闪光弹 一站出来一扔 这边拉出来就打掉了NPK NPK刚刚捂着眼镜 我白了 快救我 没人救我 谁来救你这一下 看这下 慢慢又把 这边HAPPY是架着A1A1 X3T X3T 哎呦 这边HAPPY后格正着 人数又是被拉了回来 4-4的残局 给他来这边B点 慢慢准备摸牌 看看B点 没人在看他 给他这个位置 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好 看QK QK QK过来就是个秒杀 枪的还没开出来 就被秒杀 再退 这边被看到 Smith这边 来控制 Shooks还想来 跟GetTrader来较量一下 看看 GetTrader凑掉一下 再抽 拉出来直接破掉了Shooks 刚刚这个位置实际上还是要有优势的 HAPPY这边退过来 Smith 哦 也没办法 被对手 在连接位给加击掉 HAPPY这边过来是补掉了 GetTrader 但是书包时间 都基本上 书包掉到了一个减不到的位置 时间也慢慢快耗尽了 这样的话 HAPPY应该会选择一个宝枪 宝枪 躲起来 这一轮行 IP一键完一局以后 成功拿下一分 比分来到5比6 接下来这一局我们可以看到 MVS掉枪掉的比较厉害 所以说这一局MVS也是一个强起局 我猜这一局他们输了下去还要强起了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手枪打得好 阿露 一个烟雾弹封起来 这个烟雾弹可以封住 B点居为这个车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B点剩下还有两个人有烟雾弹 再来 这下MVS叫对手帮忙了 叫来HAPPY来掩护 我来穿 你后面帮我掩护 大哥帮我架着 第二弹还是继续站在境界 我就不信你了我还 这边阿露一个炸雷 Smith又是把烟雾弹封好 你们看左右都封起来 封起来然后先把中路给占领了 然后其次我再看怎么样进攻 阿露这边是退回到了树房 站在了这个位置 Smith 带着大动物慢慢走上来 这一波可能看样子又是要强扑连接位 来看看 NIP如何选择 EK电文章封起来 再来一个闪光弹 跳过去 阿露 经典 第一个 漂亮带走 第二个 Smith过来补 补 补 我补不了你这边 直接一个秒杀 打到了阿露 AK逃出来 继续往前走 这边福利伯格 金家拉过来就是个秒杀 福利伯格这个枪真是硬 给他来到这边 金家拉过来封起来 被对手混掉 看这一下 三个人夹到他 三个人夹到他 我们看 根本就不动 就等你出来 这边Happy崩掉了福利伯格 这边后路 老方又是打掉了Happy 最后一个 Kill King Kill King秒杀一个 打了出来 这一下 哎呀 没子弹了 这一下可惜没子弹了 这个枪 这个枪要有再多两发子弹 这个XIT就挂了 我们XIT100HP冲过来 是被Kill King 最后是打到只剩下15HP 所以刚刚要是枪里多两发子弹 XIT就挂了 这样的话 NIP再板一分 比分来到6比6 那形势对于他们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有利 因为大家 经常在看比赛同学都知道 近期 NIP在Infernal上 作为T的这样一个进攻 简直就是让人 狂逼汉 双方 我刚刚之前提到了 双方胜着主流决赛 在Infernal上较量 NIP在上半场做T Infernal上的较量 上半场做T只冲了一分 1比14 下半场2比1没带走 16比1的比分 惨败 MAS 这样的一个选择 就让我更加的看不懂 看这边 我说他们打手枪了吧 又来了 就是NIP为什么不去掉 你看XX在搞破坏 现在我不给全部打烂 在来搞破坏 法国人再次刚起了手枪 靠过来 烟雲弹 我们看XX这个烟雲弹 又是非常有讲究 这个烟雲弹是封住树房 还是封住什么位置 烟雲弹一封 果然掉下来 是要封住这个位置 这把剧枪 阿露碰掉一个 跑回来 这下看不见了 但是这边敌人全部是拉了过来 Happy打掉了一个 就这样 就这样 就把一边爆掉 他坑一个 还有一个 他坑 果然老败在这个位置 又是被打掉 看这波回方 GateRide 这是回方到哪儿啊 连接位还是 连接位打掉了 Happy 对方最后两个人都没血 这边 弗里伯格烧死一个 最后一个 Smith 这一局钢枪没戏了吧 最后一个红血 GateRide又绕到了二楼 这边 阿露是架着 A1的方角 漂亮 阿露最后一枪是 蹦掉了Smith 加人花7比6 NineP反超的比分 MVR没钱起枪了 不可能 不可能再刚手枪了 你都买个狗洛克 买把狗洛克 买了TC 这个 那算了 还是不开这个玩笑了 其实很想开一个 黄色玩笑 因为看这帮人钢枪 我就想说 买了格洛克的 就是格洛克的 没有买TC的 那就真的是打手枪了 如果说买了TC的 又买了大甲了 简直就是买了个冲气娃娃了 是不是这样子 高科技的手枪 看这一波 又是集体到位 又要准备爆烟一波 强冲 这波难道又要翻盘吗 我准备有种预感 又要翻盘 烟文弹 在手 扔出去 这边都在扔 你看 全力又给他封起来 掉下来 这个烟文弹 阿露 第一个全白 没打掉 但是他从烟文弹跑了回来 对手还在追 他跑得也真是快 逃跑能力巨佳 还是被追掉 这下阿露 强行追 追过来 效果也并不太好 这边袖子拉过来 哎呦 危险 又被打掉啊 不会吧 不会翻盘吧 这边给他补过来 拉过来 抓机会 这边 能不能打掉对手一个 哦呦 HAPPY在补过来 双方不停的互换 最后一个 老富 老富 看能不能带着HAPPY 这边HAPPY给补掉 最后个EV1 福利博克这边 把对手抽红 最后手枪掏出来 一颗 一颗带着HAPPY 把对手 带着HAPPY 每一次NVR4高颗技术手枪举的时候 每一次刚这个TEC的时候 都够NIP喝一壶的 这确实这个 这个他们NVS 第一个不光是他们手枪打了 他们的战术确实也有一定的那个套路 他就是很简单 我第一时间把你CT往后面逼 逼到这种连接位置 那种连接位置 退防 退防这种连接位置的时候 然后一波上到中路 连接一封烟 输防封烟 一波给夹过来 就会让对手非常难受啊 这边今天 又是这样子 英文弹一波 MG这下不敢动了 XIT是躲着 这个英文弹又跟XIT给封起来 XIT这边又是看不见 阿露一把剧枪 刚刚是在加尔楼 现在是退回到这个位置 XIT 英文弹混 混出去 这下被打掉 老副 还好 二楼 二楼 两个 漂亮 老副这边带走两个 这边 阿露 阿露能不能再带一个 漂亮 临走之前再带一个 最后 二位一临的残局 交给了Garifide和弗里波格 闪光弹 Garifide也是 告诉队友 我告诉DL AE来了 这边想来主动摸牌下 这边 直接满血 被弗里波格一抽 就抽成 40EHP 放下C4 这边Garifide 慢慢绕到二楼 看看Kewkin 以为Garifide还在AE 但实际上Garifide已经绕到了二楼 这边连接位还在主动的去打 弗里波格 这边发现Kewkin 被看到 拿出来 没办法了 这下没办法了 这样子的话 上半场比分 NIP是9比6 作为CT 是领先NVS 这样的话中场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一起来看看上方下半场的较量啊 老帅哥淘宝店正在营业啊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哈喽啊 欢迎回来 感谢大家对老帅哥淘宝店的支持啊 那么另外的话 老帅哥做一个赛事的预告 那么第一届 明基杯啊 华东区的赛斯扣线下赛 从4月25号啊 就将纳开序幕 那么分为 这次比赛分为三个赛区 宁波南京和上海 总共产生八支线下的决赛的队伍啊 再一次拒绝到上海 呃 产生最终第一届啊 华东线下赛的冠军啊 那么想要参加的朋友们 都可以加入下屏幕中间这样一个群号啊 了解一下比赛相关消息啊 想要来现场观摩 或者是要现场跟自己的小伙伴 组队参赛的玩家们们就踊跃来报名吧 好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就把目光啊 马上拉回到这样一场 非常精彩的决赛当中 上半场比赛 NIP是9比6领先于MVS 下半场比赛 看看下半场比赛 这边直接来到了B点 一群人直接来到了B点 哦 这边看到人了吗 Q King 直接一向就是秒叫了老夫 这个多少一个地方啊 我人断还没看清楚就被秒掉 烟雾弹一封 准备走你 Q King Q King 掩护 史密斯在这个脸打银枪啊 你过路 我离开 直接过来秒杀掉一个这边再走 这边被秒杀的回来 这波Q King 混 混 没混掉 Q King 站在这个位置 HAPPY 绕后路 休克斯 这边拉过来 再打一个没办法了 最后个XIT 这下要被强暴了 要被强暴了 要被强暴了 最后NIP是秒杀掉了XIT 西子特 XIT 还有大家告诉我这个英文该怎么读 但是我习惯了 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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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再一次被 MAS给你拿下 XIT OXIT NIP不信邪哦 他放下了CXX 他也来杠枪 他要学下 MAS 这个学系能成功吗 我们来看一下啊 再一次全部积极到B点 这边NIP该第一时间 是一个炸雷 抬手就秒掉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被打残 自己跑回来 但是对手 我们看XIT自己也是残废 等下NPK带走一个 还打残一个 赚了 接下来再攻 再攻不好攻 HAPPY又要来玩了 又要来玩了 HAPPY又来玩烟雾弹了 我们看看HAPPY 对手这边烧一下 把HAPPY烧出来 HAPPY这边一个 闪光弹 跟对手烟雾弹一起往外冲 看看HAPPY 在哪 而冲出来打掉了FOREST 转身 这边B点被占联 HAPPY是跟对手一个换位 他冲出去这边被打掉 阿露赶紧过来 漂亮 秒杀掉了QK 强把枪 没枪吗 没枪是把手枪 阿露 拿过来 这下 哎呀 没有能够打掉SMITH 这样的话 最后一个XIT EHP 危险 危险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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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这样蹦着 蹦动走路 很多同学们在问我 说为什么 敌人在 就是SASCO 你经常看敌人 这样蹦着蹦着走 刚刚这一下就很解释的 非常的清楚了 我们看XIT育苗 一旦这个位置 看见一个人 从这蹦过来 又换第二个位置 一旦这个位置 又看到两个人 这样蹦过来 就是这个育苗 就这样一个育苗的话 遇到对手这样跳 你是不容易秒杀对手的 所以说经常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职业选手 都会走一个路 跳一下 走个路跳一下 清点的时候 如果对方卡死一个点 根本就很难去秒杀 这样子 蹦着这样 另外的话 他跳的话 脚步声 也会比较的小 所以一举两得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大家看录像 看到这个点评的时候 经常可以看到 这些选手 为什么走路喜欢跳 刚刚这个视角 很好 是给大家解读了一下 就必须 NIP的首相 显然刚刚的 不如对方好 不如对方好 这边中路 直接墙上 一时间 Smith打掉一个 QK这边追过来 好多全白 好多全白 QK发财 打掉一个 再退回到A1 再来个炸雷 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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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这个炸雷 要扔个满的起飞 最后一个 拉过来 又是被QK秒杀 在阿龙哈 9比9 换了吧 250吧 9比9 考验NIP的时刻到了 他们最近在周围 T的表现是非常的 非常的非常的 low 非常非常low 不知道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之前只攻了一分 在之前三分四分 这样一分钟的 这样一进攻 是漂亮 显然是不是 他们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支 世界顶级强队 应该有了这样一个发挥 这边刚刚Gibra是 秒杀掉了 想要来偷的 QK 这边Shooks 赶紧想来拉回 人数有劣势 这边走下来 哦呦 秒杀到了GateWrite 刚刚GateWrite 是秒掉了QK 这边马上就 秒杀回来 这边NPK B点三个人来清他 看看进点 NPK 一个闪光弹 两个全白 再一个燃光弹 烧一下进点 拉出来 第一个 漂亮 秒掉了 弗里波哥 这样的话 NP本来是 还有人数优势 这一局一时 马上就被对手 瞬间把 拿了回来 接下来如何处理 走中路 老夫和阿露 是来到了中路 XIDB点 接应 两个人看样子 需要去摸 排一下 连接位 看看连接 有没有火烤 连接有没有火烤 算了 他们还是不烤了 他们决定去B点 这个动作 就是去B点 不烤了 不烤火了 丢回来 我们看黑皮这边 烟火弹 这个时候 我们看 利用能非常好 这个时候 二十多秒 还有烟火弹 手里还抓一个燃烧弹 一勾 你看东西来 燃烧一烧 不敢动了吧 再一个闪光弹 拉出来 你看这下 几个 紧下去 让你走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 首先我们可以看 这个烟火弹的利用 就非常巧妙 到二十多秒 二十五秒 二十六秒的时候 NIP过来 这边还有烟火弹 你可以证明 MAS对烟火弹的利用 这个通道 有个烟火弹 这对B点的防守 是起到非常大的 这样的帮助的作用 二十多秒 还有一个烟火弹 完了以后 还抓一个燃烧弹 只要对方一爆弹 燃烧弹一出手 闪光弹一出手 拉出来 就三个 这没办法 遇到这样的大哥 没办法 毕竟有人多 又来了 不服气 NIP也不服气 你happy厉害吧 我要过来看看 你到底有多厉害 一个闪光弹 扔一下 燃烧弹烧一颗 拉出来 任何动物 赶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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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战 且退 烟火弹出手 队友帮了疯了 这应该是 这下可以胆子大一点了 闪光弹要来 拖一颗 这下又过来了 一个燃烧弹 又来happy 又来这一招 闪光弹出手 拉过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了 没办法 拿他这个 这样一个大哥 没办法 11比9 显然happy厉害 已经处于暴走的 这样一个状态了 非常非常的上头 比分已经来到 11比9 NIP这样一个进攻 确实 头疼啊 以前我在作为 职业选手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就我们定期 会有一个地图 就特别的 不知 不知所措 就定期会有一个地图 打得不好 不知道为什么 你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 一会儿是 沙漠二打得不好 一会儿又是 那个 那个什么 一分钟打得不好 一会儿又是 火车打得不好 反正轮流有一张图 他怎么打都打不够对方 非常奇怪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比赛地图只有五张 那么只有五张 有时候我们 状态不好的地图 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掉 这个 QK这个点架得非常高 对 又把它架到这 它一个旋转跳 它跳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要架到阁楼 阁楼这个点 摸摸它 我们看 根本就不可能 预描这个点 我们看这个点 来预 预 预下面 预下面 上面直接把他破死 看这边 老傅 老傅不会来预他吧 QK站在位置 非常的阴险狡诈 这个老傅来摸 是不占便宜的 看老傅 老傅这个样子 还好 掏出了个东西 因为那一封 这下QK看不见了 看 这下看不见了 只能混了 这下混 回 换到第二连 这边 NIP 上到了中路 看看这边连接位 防守史密斯 是一把军枪 这边第一枪 放了个空枪 第二枪 带走一个 马上被补掉 这边HAPP 赶过来 赶出来 追 追死一个 再来首相 打掉第二个 换把AK HAPP 这边 哎呦 这边是被GARAT 连接位脱掉 这边老傅 再打一个 最后的EV1 Shokes 哦 没有给机会 直接是 大坑 黄身一枪 是点掉了老傅 这样的话 12比9 NIP 刚刚这一局 是长枪局当中 最接近胜利的一局 打成了EV1 这句话要是放在NIP身上 是不是有一点点 不应该了 最接近胜利的一局 打成了EV1 刚才他们最新的这个防守 这个进攻啊 确实头大 哇呦 这边HAPP 又又当大哥了 HAPP过来又是两个 那你怎么跟他玩 B点出来又是两个 没办法玩了 这个 这边修个死 加到这 GateFight GateFight 危险啊 这样过去 肯定打不过CT的 CT烟雾在风上 瞄着你这个点 你看 它第一个是有烟雾 烟雾的掩护 第二个是对方 就一直瞄着你这个点 出去根本就打不过 这个位置 NIP 有点破关子 破摔的感觉了 在这张地图上 这是双方决赛的 你看看 HAPP又来玩了 HAPP你看 HAPP又来跟你玩 你看这个玩了 阿璐这边被打掉 最后一个老负 漂亮 瞄掉了一个 这边马上被Shooks给补掉 比分量到13比9 接下来 NIP还不一定有前起枪 我们看 3500 3600 3700 3400 应该让一个ECO 让你一决 那么这是 决赛的 较量作为败者组 NIP只需要获得 两张比赛地图 就可以获得 最终比赛的冠军 那么这是双方决赛的 第一张比赛地图 NIP要获胜三张 第一张地图 要是输了的话 NIP要连胜三张 这个基本上不可能 完成任务 中共这边强追 闪光弹一刃 往前冲 谁在看 Smith崩掉一个 拿过来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三个 被HAPP打掉 最后一个Get Right 拿过来 打枪头 但是后面的HAPP赶到 解决掉了Get Right 这样的话14比9 NVS在下半场 是打了对手一个 8比0 14比9 8比0 推了 NIP只要推了 一次要玩一局 全枪全弹 两把局 计输了两把局 对手一个闪光弹 中路偷一枪 这下没有局到 再躲回来 这个B点是一个互换 Shokes这边马上又是 二楼前要打掉老婆 这边完全是处于一个 上头的节奏 NB跟那边又打掉了一个City 剩下两个人又不知所措了 这边Get Right Shokes还在进点玩 你看这玩的 Shokes就在进点玩 这边两个人 又只剩下两个人 好不用ECO玩 瞬间又只剩下两个人 这怎么玩 这边两个人看B点 两个人看A点 Smith一把军枪看着中路 Shokes这边再赢好 这个位置打个屁啊 打只能放屁了 这个位置 你看这边保证阁楼和二楼不来 这边是架子中路 上不来 两个人安心的看着B 就OK了 一切万事大吉了 这边两个人只能选择来攻打B点 闪光弹 扔 扔完了 再燃烧弹烧一下三角枪 没问题 准备 再来个闪光 再来个闪光 冲锋 走 冲 咬人去 冲过来 第一个 第一个 解决掉 不 哎 这下没补掉 被对手带走一个 这边弗里木格只能抢放C4 Smith听到你放C4 我就给你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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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放下C4的同时 也是被Smith赶过来 一把CJ给干掉 比分来到了15比9 MVS在下半场是打了对手一个9比0 MVS这个进攻下半场一分没拿 在这个样子打下去 如果这是上半场的话 被揍个15比0都有可能 来看看赛典 一把军箱100MVS运过来 你看 你看他好好玩 好好玩 我是个搬运工 打了还可以换MVS 我再运 好运了 这开心了 这位彻底开心了 彻底开心了 哇 QK的音到这儿来了 你敢信 直接秒掉了老傅 完全是已经打嗨了 这个没人管了 烟雾弹一封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转身 走掉 没法玩 这位Happy 并且一个烟雾 加到B点 现在B点要来 要来打掉第一个 基本上 NIP这一局 就这样子了 基本上 看看Happy还要去 完全是已经上头了 完全是已经上头了 你看 完全上头了 这手枪就来 再带走一个 最后一个 掉出来 没办法了 一个人变得对方 五名队员打掉了 Happy 这边 左右两边都是包夹 混 换把EK 拉过来 第一个 打掉 往生 这一项怎么秒的 这一关把QK直接给秒杀 最后最后两个人都是在B点 这边Smith是跑向了A点 一个A一个B 因为这边有英雄弹掩护 这边一个A一个B 这边 给他捡了那个树炮 一个假脚步 退回到A 这个方向 但是对手是一个A一个B 这边放C4 基本上不可能 你看 还是要去A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这边Smith后个正常 你始终会发声音 你看英雄弹一封 封 听到 交代 那就交代 拉姆交代 最后Smith一个秒杀 解决掉了Gateway 这样的话16比9 MVS是 获得了 决赛第一张比较的胜利 加上之前胜者组冠军 这样的话是一个2比0的开局 那么最终的话 MVS是在 最终的决赛是2比0带走的对手 在下一张底终米拉基上 又是一个16比3的大比分 战胜了NIP 没办法 我只能说近期的NIP的状态 可能是 渡过了阿露 刚刚加入他们那个蜜月期 所以说状态 现在是在面对 炙手可热的NVS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好了 我们周二的这一期的 CSGO大赛点名就为大家 回顾到这里 给你评到这里 那么再次预告一下 CSGO第一届 名机背着线下 CSGO的滑动赛的比赛 大家可以加一下报名群 踊跃来参加 不管你是来现场参赛也好 还是来现场跟老师哥互动 来听我解说也好 都欢迎大家来现场来观赛 好了 我们这一期的CSR CSR 这一期的周二的CSGO大赛点评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我们下周二 然后时间老地点福建不散 接下来 我们下周二的CSV 到这里